就看民間人少,我們能特別走近一點鼓勵一下 我先說一下背景好了 原創條例是2007年通過了這條法律 現在還沒有正式公佈 那已經有試刑,是半過一年 2012年到2013年 那我原來對於這些法律 我不會特別的關注 可是那因為我大概有 之前大概有五、六年之前 我就開始在參加人類學系的數位典藏計畫 那這個是國科會 就是現在的科技部裡面的一個大的 跨組織、跨單位的一個計畫 那我就參加人類學系這個部分 那我先開始是做大洋洲的典藏的數位畫 那人類學系裡面大概有一百多件的 一百零幾件 一百零幾件也有一些 因為戰爭中轟炸後的一些混亂 遺失了一些 所以現在是七十幾件 所以就把這些標本的來源整理清楚 然後大概是日本時代跟1960年代 有這個不同時間都進來過 日本時代大概有五位 五個日本人分批 分了這五批把東西帶進來 那就追溯一下 這個我們叫Escenography of Collection 這個採集的一個研究 採集的過程的一個研究 這些東西入藏 成為博物館的典藏品 然後可能也在教學上拿來用 或者研究商拿來用 它這些都是偶然的或者不是偶然的 它有些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我們有知識發生 有時候是無心插流 所以這一些無心 這些東西無心插流 它這個背後的過程是什麼 然後我們往往會神聖化過去 所以只是說希望藉這個機會 讓我們大家了解 這個過去其實就是很多偶然連串連起來的 那在這之後我就開始做 也厲害 謝謝 之後就開始做排灣的資料的 排灣典藏資料的一個確認 然後盡量可以增補一些資料 那因為我是原來在屏東做田園 做客家 我的第一個田園在客家村 所以就想說 那好像我的路線比較接近 所以就是這樣子進入了排灣的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開始比較認識排灣的資料 那當時做的時候也是了解到說 因為不同時代 比方30年代日本學者 跟50年代的陳契露先生 他們的一批學者 他們當時心裡有的研究問題 當時做的學術訓練 跟我們現在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眼光 我們到一個地方 我們在找不同的東西 比方我們現在 我從來沒有買過任何標本 我買的就是那個遊客的紀念品 買了之後就有時候就是 或者說叫我們去馬少爾巡島 他們給了我們一個船 一艘船 小小的獨木舟 我們就送給了人類學系的博物館 作為教學標本 這就是跟典堂標本 它分兩類教學標本 所以我們的研究從來不覺得是 需要有買當地的器物 可是他們早期到50年代這一批之前 都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所以當時的學術研究的典範是什麼 他們怎麼認定標本 認識然後拍照 拍很多照片 他們怎麼拍照 為什麼要拍某一些人 為什麼買標本 是買某一些人的 我後來就有幾個小的企劃 就把這些問題帶回到 包括內文 包括牡丹 包括家評 去了解這些東西 不管是器物或者是說影像 他拍攝跟他採集的過程是什麼 他們當時的眼光 盡量去重建他們當時的眼光 然後他們買的這些東西 或者拍的這些 後面的道理 他們有些什麼樣的考慮 所以當時做計畫 有這樣的一個考慮 另外一個 從內文開始 有一個內文非常特別 他在1934年 也就是昭和九年 工本延人當時地大 台北地大的土書人總學獎座的一個助手 工本延人他拍了一部影片 也是他們後來拍了好幾部 這是第一部 所以他的技術不是那麼成熟 這部影片其實我們之前在看文章 已經看過說有這部影片的存在 大家都覺得很好奇這影片現在在哪裡 能不能流通 為什麼這麼久了沒有拿出來流通 我自己一直感覺到台南人類學系 背負了許多的歷史資產 以及可能是一些歷史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人類學系這邊有什麼好的東西 從來沒有公開 不願意公開 那因為我以前接觸很少 我不知道 我說有人不願意公開嗎 我不知道 那我想也沒有辦法公開 所以數位化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 那因為我的參與過程裡面 我就覺得我們幫忙補充資料 因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學派的學者 他看的東西不一樣 對我們現在的人來看以前 或許以前的資料太傻 或者就是覺得總學以前都不夠周到 他的交代不夠清楚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包括像內文 這個1934年五年記的影片帶回到 現在內文後補人居住的幾個聚落裡面 一方面看能不能辨認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就是說能不能辨認 能不能補充資料 能不能確認以前的資料是不是正確 所以確認我們進去 數位資料庫的一定是正確的資料 然後我們希望補充資料 然後我們現在的眼光 覺得比較充分的資料都可以進去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 因為他數位化他可以無限分享 所以希望彌補部落被相對剝削的那種感覺 大家都覺得東西進行大學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感覺非常強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把這些 後來補充的資料都做好了之後 那部影片的18分鐘 我們做了12分鐘的簡介 第一個版本做的是中文發音 第二個版本就做排文語發音 好 就是簡介說內文部落是怎麼回事 然後排文族有個很重要的記點是五年紀 然後一些地圖 老地圖什麼的 大概做了一些介紹 因為我們知道年輕人也不容易了解 這麼久的一些事情 然後影片品質很差 然後我們是跟安碩的一位夜校長合作 所以他跟他太太就幫忙錄這個排文語 然後他確認這個中文的意思 用台灣話怎麼講 然後郭美顏仁在1934拍這部影片 然後在1935他發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裡面他有記錄當時的記憶當中 帶隊的人跟跟隨的人中間 有一首對場的歌 就一個人提問題然後其他人回答 這首歌就是說 大家覺得我們以後還要辦五年紀 好 下面就說要辦啊 為什麼不辦這個帶屋領唱的人 就說那我們這個東西實際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好處 沒有真正的好處的事情 我們還要做嗎 大家就說 那我們祖先一向這樣做 我們還是要做下去 是一個唱和的一個過程 可是這歌詞看了其實真的很驚人 那這是1934年 那這事情當然也沒有那麼單純 是整個在快速現代化的一個過程 當中出現的一個議題 那所以夜校長跟他太太他們兩位 就把這首歌 那個調子因為他都有記錄 然後就把這首歌唱出來 作為我們那個整個島邊那個結束 然後我們把這個整個做的 加起來30分鐘這部影片 就壓成光碟 然後我們到六個聚落 其實這裡有人邀請我們都會去 就去公開的放映 然後就贈送給我們一部一張光碟 然後是一本 後來我們把裡面一些比較 一些照片拉出來比較清楚的 我們就放在那個 等於讓一個照相棋子裡面 有一些文字說明 夾一些地圖 希望比較好用 就是以後家人要講故事的時候 這個東西都還可以用 所以這是數位點堂計畫 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當時我做的 我到現在都還在往這個方向的 在推動做這個事情 當初是就是有這些計畫 目的是一樣東西 我們說數位化以後有很多的好處 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流通 那流通的一個方向是 是讓部落可以很容易拿到 我們知道部落都會 希望能夠看到原來的資料 可是博物館都要回去部落 這有非常多的過程 以前台灣現在法律 是並沒有這樣的一個彈性 所以數位化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然後數位化這個 所以當初想的就是說 這東西方便流通 我想的方便流通是相對於 排到人類學系的典藏 原來給外界的印象 結果這東西外面都看不到 很難看到 我們以前的陳列市 一個禮拜只開放一天 後來變成兩天 現在是開放六天 最差的是這個變化還滿大的 我們現在就盡量變成就是公開 包括褲藏一些部落來說要看一些東西 只要先安排有人手 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就希望讓這些東西變成是可以充分流通的資料 結果這是我原來的想法 覺得它是一個有點像公共財的概念 然後我開始接觸到了原創條例 然後就發現好像事情不是這麼單純 這是公共財嗎 是誰的公共財 所以到後來有另外一個想法 原創條例非常重要就是說 這是屬於某一個部落的 或者屬於某一個族群的 或者當你不能區別 這是屬於哪一個部落或哪一個族群的時候 你屬於全體原住民族所有 所以它不應該屬於public domain 它不應該屬於公共財 這是一個非常跟我原來覺得 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非常習慣 說資訊應該自由流動 四面八方流動 什麼東西都要越方便取得越好 Accessibility盡量不會讓它造成你的問題 可是當我們發現 跟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有關的時候 這個想法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用了三篇文章 兩三篇 下一篇還有一篇 下一篇那篇我大概不會整理一下 我們是有訂兩篇文章 然後我另外把一篇 就是它在討論為什麼要訂 什麼叫做特別權利 不要從法律上來看 我也整理了一下 我們今天就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大家習慣都是public domain 什麼東西是可以免費 不需要授權可以取得的 大家都用這個什麼 這個那句話叫什麼public cc creative comments 就我們用這種非常用的非常習慣 好 我們以習慣這種想法 可是我們今天要談的原創條例 它是一個保護跟保存的還有promotion 有而英文的話就是三個p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所以它的流通是有方向的 它不是要完全的是有流通 那這個是一個原創條例的精神 我們可以來看為什麼 我今天這樣整理的當然我們最重要 因為它的出發點 台灣的原創條例 它是有一個國際脈絡 有一個全球的脈絡 我們從UNESCO可以往下面看 那它有什麼工具 法律是真的工具 所以達到這樣一個目的的一個工具 那為什麼要採用專法 為什麼要用特別的法 或者我們說其實應該正確翻譯 應該是用特別權利 為什麼要認定特別權利 然後有專法來推動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然後實際上怎麼做 所以我們當然會用一些 把一些條文帶進來 我不會每一項談 也不會用法律 不會只用法律的角度談 那最後我們就要回到 我們有原創條例 因為我們要三個p preservation 還有個什麼 promotion protection 這個三個p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原創條例 最後是不是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立法利益良善 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是不是有利於文化保存與發展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原創條例 原創條例 它是在國際趨勢下面所發展出來的 最重要的跟這個相關是UNESCO 這個聯合國教科文主持這個單位 下面有一些 有幾個應該說兩個條文 一個人權宣言一個是條文 那這裡面從人權宣言 我們剛剛就講 它已經UNESCO有兩個 我們等一下會有權名 一個是人權宣言 所以它已經有人權的面向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人權 你當你尊重人權 你的國家如果簽署了這個 你希望提高你的一個視野 你希望尊重人權的話 你要尊重 你應該國家對你境內的少數民族 或者原住民族 你應該要定相關的法律 這是人權文化的發展 保存跟發展是人權的一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你如果你相信你的國家 你的社會相信多元文化 作為一種基本價值的話 你要怎麼樣落實讓你的國家社會 真正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刺激大家的 我們這個聽起來都跟商品化無關 可是當你的所有東西都被登錄之後 你可以開始講談授權 所以其實你的登錄跟談授權 你的原創條文 就講一般來說 原創條文這一類的條文 當你有辦法讓他法規化成文法化 可以談授權的時候 他其實在為商品化做準備 他也會有這樣一個效果 不是說他沒有這個初衷 他沒有這個意思 可是會有這個效果嗎? 有沒有這個意思 其實也可能有這個意思 所以什麼是原創條例 我們看一下 UNESCO的剛剛講了 我先不講UNESCO 好像另外有 這個UNESCO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發展 有這樣子的一個 UNESCO下面有文資法這樣子的條文 那裡面特別針對 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跟發展 他有一些言論 那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討論 我們包括我們現在 你看台灣的文資法 我們回溯的源頭 是個國際上的一個認定 都會回到UNESCO這個條文 可是UNESCO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 他這個東西 你要直接到他們一個會員國 像台灣不是會員國 可是我們非常希望成為國際社會一部分 所以有一些國際性的一些重要的宣言 法條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簽署 或者我們主動去符合這個新的條文 UNESCO這個東西要做出來 每個國家的進都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 所以這裡面 就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國際制裁選組織 他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單位 他協助 他下面 他協助一些國家或一些區域 就是領域這個制裁權的討論 或者執行還有一段距離的這些地方 協助他們訂定一些範本 所以我們看到了比方說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簡稱叫ICH Convention 這是2003年訂出來的 好 那這樣子訂出來一個的這個辦法 他就會成為很多國家的 他要訂國內法的時候 一個比較好用的一個參考 就越來越具體落實 然後WPO還有訂另外一個東西 叫Traditional Creativity, Cultural Heritage 和 Cultural Expressions 對不起 這不是 是他這裡面WIP WPO這個 他裡面這個單位幫忙 訂定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這個單位 就是一個國際性的一個 智慧財產權組織 這是以律師為主的一個組織 以法學校為主的組織 裡面有一個部門叫做Traditional Creativity, Cultural Heritage 和Cultural Expressions Section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所以我們就只了解 在國際規模上面 這個事情是非常大的一個事情 另外我們有幾個 我舉例以大洋洲來講 國際力量如何進入區域 他有幾個他們在訂國內法的時候 有幾個參考 一個是Regional Framework 全名叫做Regional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Expressions of Culture 然後這個由大洋洲一個重要的 他有兩個區域性組織 這是其中一個 叫Persific Forum 他現在都改名了 Persific Forum的Trade Ministers 同年接受 所以看到沒有 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智慧財產權一直是跟貿易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這個趨勢為什麼在UNESCO 我忘了1985還是哪一年定的 然後後來在大洋洲這邊是2003年 這些開始越來越具體 然後從區域從全球的到區域性的 到個別國家的 越來越具體要落實這個 這個我認為應該很大部分 跟GATT的談判回合 每一回合都有新的主題出來 然後這個議題要解決 所以智慧財產權對西方國家而言 他的東西輸出到第三世界 他需要先解決智慧財產權 對他的商品才有保障 否則很容易被第三世界 廉價的這些勞動力 這種世界極樂工廠很容易模仿 然後對他本身的研發 研究方案會是一個打擊 一種壓抑 所以在GATT的談判當中 裡面有一環是對於智慧財產權的討論 所以也就由WIPO的力量 一環一環下來到各協助區域 協助各個國家定定他們國內的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好 那這個法律相關的討論 相關的內容其實是有三個部分 我們看一下 the traditional biological knowledge 生物知識 或者有人會用biological diversity 生物中央性 還有這個是Model Law2008年定的 也是由大洋洲的Precific Forum採納 另外一個在大洋洲用的是一個 trait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所以我們看到了biological knowledge traditional knowledge 還有一個expressions of culture 或者叫culture expressions 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台灣是在2007年通過原創條例 2007年也提出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草案 沒有通過 就是還沒有送行政院 沒有送立法院 甚至圓民會這邊有一個草案 然後所以壞交在台灣 是拆成三個法律 三條法律 生物多樣性是第一個出來的 然後原創條例處理的是cultural expression 那traditional knowledge怎麼辦 而且對我們人類學人 會覺得你traditional knowledge 跟cultural expression怎麼可以分開 cultural expression是具體落實 展現出來的那個部分 你後面難道沒有traditional knowledge 那對於是什麼 就覺得這對於怎麼可以分開很奇怪 然後traditional knowledge 到現在也沒有任何的草案 所以這是 我們就看到它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所以在這個趨勢上 台灣的步調30塊 在2007年原創條例通過之後30塊 這是1985年 UNESCO跟WIPO這個 他們提出一個model provisions 提出了這一個等於模範法 相似近於模範法的這一些東西 這時間是1985年 然後在他們之間有很多的合作 然後也協助各個國家 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國家 訂定國內法 那以道安州來講 有一些訂了也有些沒有訂 那有一些國家它有相關的法律 比方說像台灣如果是制裁權的話 已經有制裁權 那所以在台灣會面臨問題說 制裁權裡面是不是應該可以納入一些條文 是跟原住民族的情況比較相關的 讓這個條文可以適用 還是說應該在智慧財產權裡面 有專章處理原住民族相關的這些情況 還是像我們2007年確定的 我們有專法 所以這不同國家它會有不同的 它最後走了不同的路 那這個相關的條文的目的就是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Safe Guarding and Promotion 所以它也看的是未來我們如何發展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是一個國際趨勢 所以台灣在這一方面 我們算是步伐快的 我們在第三世界國家裡面算是快的 不是最快的 那個巴拿把、秘魯、菲律賓都有很進步的法律 那我們不能算慢 那2007年12月7號這個條文通過 它的法源 它的前面 它的法源講得很清楚 2000年憲法遵究條文這麼一條 它裡面說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並怎麼要支持文化發展的 另外是2005年也是根據憲法出來的 原住民族基本法這裡面 第十條就是前面憲法真正的條文 這個第十條第十一項的內容 它第十三條就是更具體了 第十條這個原則 第十三條就講了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 及智慧創作 應與保護並促進其發展 所以這就成為了原創條例的法源 那剛剛講的聯合國2007年這個時間 通過的是我們說原權宣言 這裡面也講的就是原住民族有權保存掌管保護 及發展其文化資產 我們主要是看他們怎麼把我們說文化 人類學講一下我們就說文化 你看一下這些國際組織 他們把這個文化怎麼區別 有文化資產傳統知識 就是傳統文化表現形式 所以他所要說的智慧財產權 跟我們現在一般適用的智慧財產權 內容是不同的 所以因為他內容不同 所以他必須要有專法、訂定專法 所以是要保護跟發展文化資產 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 這就是culture expression、traditional knowledge 那我這邊引的有一位清華科法所的老師 叫做黃居正 他們接了那個就是示範的時候 2012年的時候這個計畫的示範 是由黃居正老師跟蔡志偉老師 就是我們下禮拜的講者 他們共同來做這個計畫 那他目前都還在執行一個 跟這個計畫相關的 就是科技部的一個學術研究 那他們的計畫有一個計畫網頁 這個現在雖然計畫結束 這個網頁沒有在更新 可是都是還是都是開放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原創條例 一共有23條 我們知道他第一條一定是法院啊 什麼這些我不一條條講 我講幾個大家可能會 我們比較需要知道的 他在第三條的時候 第二條講的是主管機關是圓民會 不是制裁局 不是是行政院下面的那個 財政部下的制裁局 制裁局是在哪一個單位下面 經濟部 經濟部下面 所以這是在圓民會 由圓民會來主管 那我們第三條他談的是說 智慧創作的定義什麼 我下面會講 第四點這叫所謂的登記主義 他是說你讓我們提出來 什麼是你的智慧傳統 傳統智慧創作 告訴我們是什麼 你要提供一定的資料 然後由一個審議委員會 有某一定的組存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說 原住民主要 原住民要在二分之一以上 在這個審議會議裡面 然後當被認定了 通過這個審議之後 你就登記 所以我們保障的是 這個已經完成登記的 申請人是原住民族或者部落 或者權體原住民族 那你申請了之後 你獲得怎麼樣一個對應的權利 你獲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重要是個專用權 專用權裡面包括傳統財產權跟人格權 所以財產權的話就是說 我可以授權 授權可以別人使用 然後我有相對應的一個收益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東西具有人格權 所以你不能歪曲割裂篡改等等方式 來改變這個授權的內容 以致損害人格權 所以他這邊就講得很清楚 他的保障包括財產權跟人格權 我們會看到什麼叫Protection 為什麼原創這類原創條例 它是Preservation 因為它被國家認定 它比較好 希望它是比較容易生存下 維持下去 另外一個是Protection 它是Protection from what? 它是保護它怕被損害 損害不是說它消失 是它被曲解 這種在廣告上面 流行文化上的應用 是比較容易看到這種問題 那範圍這就剛剛第三條講 這範圍是什麼 傳統的宗教技術 音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 民俗技術或其他文化成果 對不起 那另外在十四條、十五條裡面 講的是非常特別的 跟一般的制裁權很不一樣 它這個權力是一個集體的權力 我們剛看到屬於特定的部落 或特定的原住民族 或者是集體、全體原住民族 作為一個單元 所以它是集體性的 它跟像我們碰到工學的老師 理學老師可能會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會說他有幾種專利 所以那個專利是屬於個人的 他的創造、他的發明是屬於他個人的 可是我們跟原創條例裡面講的 那個權力是共有的、是集體的 另外一個 我們說那個著作權法下面可能會說 我這權力是五十年的一個權力 可是原創條例下面的保障是永久的 所以不會因為這個代表人的過去就消失 或者就他是永久存在的一個權力 他在台灣定的法律 這個我要稍微介紹 因為這文章我是看了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次我當然就完全明白 為什麼這個事情這麼重要 所以他是有非常強烈的政治含義 他用特別權力的方式來定法 而不是說用一個專章或者說條文 在原來的制裁權的條文 再稍微擴大一點、細緻一點 他是另外定法律 為什麼要另外定法律? 因為原住民族跟國族國家 我國族框起來 因為既然你國內有原住民族 你國家已經不是一種人 可是我們的政治理想 仍然認為我們是一群人 one nation one state 我們仍然是只有一個主要主流文化 然後所以我們構成一個國家 這是國族文化、國族國家的一個理想 原住民族與國族國家的關係 就是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來安排他 因為剛剛說這個詞本身是矛盾的 換句話說 我們基本上是忽視了原住民族的處境 我們就認為這國家只有一群人 共有文化的一群人 所以我們 所以在重新解決或者定定國家 跟原住民族的關係的時候 非常重要就是要考慮到說 原住民族的存在 不是在這國家建立之後的事情 原住民族是在這國家 所以台灣原住民族會很堅持原住民族 而不是原住民 而不是少數民族 因為少數民族是一個關係上的考慮 原住民族就是強調 我在這國家建立之前 我已經生存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的歷史 我的存在歷史 我不會短於這個國族國家 甚至於我的長 比這個國族國家很長 所以他是要在概念上認定 雙方是同時存在的 就是說很久以前我們大家都存在 甚至原住民族的時間是早於國家的存在 那我們如果回溯到荷蘭時期 荷蘭一來他就做戶口調查 那也表示說原住民族已經在這邊 有很長久的一個生活 那人類學背景的同學一看到 co-evilness 就知道這個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個國家進來 不管哪一個朝代哪一個政權 這個國家進來的時候 他開始認識開始記錄原住民族 這個他們雙方之間 國家跟原住民族之間 並沒有條約的關係 所以台灣原住民族的一些權力運動 就一直在 就是這個是比較辛苦的一個地方 因為沒有訂過任何的條約 就是我們講一般來說 就是沒有清楚一個條約關係 所以那要從什麼辦法來認定 原住民族應該跟台灣講簡單 就是國與國的關係 比較像這樣子一個 接近國家的一個整體存在 而不是說很多族啊 可是這些族之間 並沒有一個共識做我們一體 所以現在這個是 當初訂原創條約的時候 其實他後面有這麼深的涵義 我看了幾根才看了 因為他其實還滿法律的 而且應該是法律哲學 應該是法哲學方面的一些討論 所以他等於說 因為我們的法律跟政治一直沒有清楚的 就是原住民族的位置 一直都是比較次要 比較邊緣的 都是以國家論述為主 好 那所以那在這樣子 所以他在原創條約裡面 他用一個專法來定原創條例 等於是說我們不適用 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的情況 不適用現在的智慧財產權 然後因為我們的這些傳統智慧創作 發生在更古不可知的精確的時間點 我們只能說是過去 那這個過去是早於任何的國家的存在 他發生在更早的時間 所以他這邊講的 就是他整個邏輯就是說 傳統智慧與文化表現 發生在不可知的過去 而非在當代國家介入之後 不管是荷蘭還是誰 當代當然我們現在定法 也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他早在中華民國出現 介入台灣之前 所以我們才能夠 我們就需要定一個專法 因為那個時間是在國家出現之前 而不是在國家出現之後 所以如果是國家出現之後 你就用國家現有的法律 含納所有的族群 可是他的存在 他這些創造是在國家出現之前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現有國家的法律 包含他 你必須你可以推動 我不能說必須 你可以推動各種專法 這邊包括原創條例所觸及的財產法 所以我們就知道在法律上面 原創條例是帶來非常多面的挑戰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公告 現在公告的條困難很多 因為原創條例基本上 他帶來不同的財產觀念 什麼是財產 有沒有個人財產 那你這個財產屬於誰的 這個權力可以保存多久 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套概念 也因為他這麼不一樣 他需要有專法來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 那因為他有專法處理 他挑戰整個國家的法律系統 法律概念 所以這是很難 所以他也很難正式公告後實行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困難的 要怎麼樣來解題 那有幾個部分 我在這邊 我這邊稍微有點點亂 我今天我用了黃俊正 老師的2010年的一篇文章 然後我會用林開師老師2007年的一篇文章 然後是陳昭老師的2011這一篇文章 那陳昭老師這篇文章是直接回應 林開師老師的文章 那黃俊正的文章是比較早 因為他一直在推整個方向 所以他有點在解釋 我這個法要一部分一部分 為什麼有標準呢 他的對話對象是主流的法學思考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定位 那我把這個先挑出來 因為林開師老師的一個他有好幾點 其實有一點非常重要 其實是跟這個有關 那這個人類學的人會非常關心的 因為我們希望文化可以自由自在的發展 文化需要養分 可是我們看到說原創條例裡面 他要審核 他有一個審議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要看的對比說 是說他有多傳統 那我們知道他的英文是 tradi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傳統智慧創作 所以有一點困擾 概念上有一點點困擾 所以他長得標準是看裡面 有所含的傳統元素的比重 而不是creativity 不是真正的他的創造 他不是看他的原創性 我們都知道你身體制裁權的時候 你的身體專利的時候 他就看你符合專利裡面分三個類別 看你符合你去申請哪一個類別的creativity 你的原創性 你的東西的原創性在哪裡 是不是抄襲還是你的 還是跟人家有一點改變 還是你有充分的原創的東西在裡面 那以原創條例來講 他看重的是他有多傳統 那他多傳統才能幫助我們認定 他是屬於哪一個部落 對不起這打錯字 哪一個部落或哪一個族群 然後他的傳統是構成他的正當性 才能構成他的正當性 所以跟一般制裁權要追求的 要鼓勵的是不一樣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看一下制裁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智慧財產權跟文化權的概念有什麼不同 一個是誰是這個身 這個擁有權力的人 誰是可以 個人 IPR是個人 集體權是給 原創條例的對象是集體 IPR強調是原創性 文化權 原創條例強調的是世代傳承 強調他的preservation 他不要被改變 然後IPR他是有時間的限制 多少年他就要開放 他這個權力就失效 就失去這個保障 然後文化權是永久的 下面是林開設文章的 對於這個一個權力的整理 那這邊是從林老師的文章裡面 整理出一些部分 那我們可以稍微 就換句話說 他的他進來處理原創條例 他來認識原創條例的一個approach 是跟智慧財產權來比 那我們剛剛說智慧財產權是什麼 他說我們這個社會法律上 應該說西方法律一般所認定的財產權 他要處理這樣的一個議題 所以他們怎麼來談你的智慧所 你的intellectual labor 你的智慧活動所創造的財富 好 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自然 一個natural rights 另外一個是utilitarian argument 那一般來說是 utilitarian argument 是比較有 比較在主導這個討論 什麼叫utilitarian argument 意思就是說 你要鼓勵大家研發 那你就必須要給人家先回報 你要給人家他的研發所得 他要有保障 他能夠獲得多少 這是非常資本主義的一個想法 你給他越多東西他會經跟他 就是對於別人他的例子 會對於別人是一種鼓勵 我現在很苦沒有關係 等我發明了什麼 我創造了什麼 我的專利不得了 我吃幾輩子 好 這個在很多關 像美國303或者對台灣說放入303的考慮 都是在保護他內部的創造研發的 那個利潤的動力 那這樣子的一個概念裡面有分 這位在裡面下面 就是他具體實行的時候 有五個部分 簡單的講一下專利權、著作權、商標 trace secret 跟 plant breeder rights 後面我們大概會碰到應該就是比較 專利權、著作權跟商標這幾個 商標的問題特別是在廣告 廣告裡面他會用到一些涉及原住民族 文化元素的一些討論 那他的文章裡面有很細的 對於這五個部分分別是什麼 有很細的介紹 那這篇文章作者對於原創條例 基本上他是比較持保留態度 為什麼他持保留態度 基本上他是認為執行上非常困難 有沒有同意要告訴我 你就是你看原創條例 你覺得執行上會有什麼問題沒有 好難 為什麼好難 因為很多東西都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應該就是很 因為每個部落對於某一個文化 不論是物質或是東西的說法都不一樣 像是對於像北部拉美 我最大的特徵就是有特殊的投資 那投資是屬於閒的 投資應該長怎麼樣 就是那個部落都對他的觀念 或是對他的意義 或是現代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難去 就是如果他進入一個非常正式的定義的話 那其實你只要一個定義 就會對不同的部落會有不同的 他會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有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這大概是陳章對於林的文章 一個很主要批評 就是說所有的難題都可以想辦法解決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就跟對你剛剛講出來 你覺得有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我們把它看作是技術問題 林的文章是把它看作在很多概念上 跟文化發展 健康的文化發展乾格的 那陳章的文章是說他不必是 他不需要嚴重到這個地步 都可以解決 那可是誰來解決那就要想 不是說陳章要解決 所以剛剛他講出的這個例子 陳希講的 有同學有沒有想到可以怎麼樣解決 北部安美的頭飾 就是有很多說法 樣子也不都不一樣 有沒有辦法解決 在現在原創條例內 你們知道原創條例後來有14個示範團隊 最後生下12個示範團隊 他們當時的做法說每一個團隊提5個內容 標的物這樣就會是60個 最後通過50幾位 就是的確有幾個沒有能夠通過 那裡面有一個最特別的也是討論比較多的 是那個三日門伯達拜這個家族的 他們提出的5件 其中包括他們家族對於柔宜珠的故事 我們一聽這個標的都覺得毛骨悚然 因為大家都有 可是他在原創條例下 原創的團隊他們鼓勵 我認為他們相當支持 因為這個太多人在檢視這個例子 到底怎麼樣可以成立 這交代會通過了 所以換句話說原創條例的法 他的法條上面是說 是特定部落、特定族或全體原住民族 他沒有講家族 沒有講個人 可是他有一個彈性 其實條文我沒有印象 那個條文上他給 所以他們在解釋的時候給了一個彈性 所以家族個人當然是很困難 可是家族他給了一個彈性 所以他們的解釋上說 伯達拜的家族申請了他們家 對於劉璃珠的傳說 不排除別人家可以對他的劉璃珠 有自己的傳說 然後他們家的家族歌也登錄 他們家的勇士舞也登錄 別人大家都有 我們現在很習慣說哪一個部落 他們是強調是家族 那這個審議通過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我們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有一些區域性的 一個部落內更小的部分 或者家族 那是不是可以成為 就是成為我們認定的對象 所以換句話說這樣 這樣是不是有可能排除標準化的問題 而是說我們每一個不同的 都有被登錄的機會 這個聽起來好像可以 可是會是什麼問題 會引發了什麼問題 如果我們用伯達拜的家族來衍生 是可以怎麼做 所以沒有要一同 所以沒有要一同 那會有造成什麼問題 好像解決了一個問題 你如果在園兵會工作 你的工作量會有多客觀 就是這個行政上怎麼做的呢 而且我們等於鼓勵他無限擴展 無限擴展是為了大家都可以登錄 還是說原來的可能阿美的觀念 阿美的創新跟他創新的之後的擴展 原來的就是很可以 可以這麼樣奇異 還是說是現在希望被認定 所以我們會強調那個奇異性 所以他可能會鼓勵奇異發生 反而是說我們要的那個共同聚 凝聚的那個力量 可能相反不受到重視 這個不知道 可是就確實是有一些技術可以解決 可是剛剛就講到 剛剛講到行政成本的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下課再來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是從林老師的文章整理出來的 就是他認為有幾個議題 那我們看這些議題像這樣子 居住空間擴大我們說 將近一半的原住民居住在都市環境裡面 所以不在原來的範圍內 所以他如何選定代表人 其實這也是自治區等等面臨的一個問題 可是都說真的自治技術問題可以解決了 另外一個就是登記主義 對於弱勢原住民造成負擔 另外一個就是可能會先行盡量登記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就會造成行政壓力 這就剛剛舉的例子類似的一個可能 那這些大概都是技術上可以 可能不只技術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另外一個是概念上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實際上人不是固定的 人跟人都有往來 人群跟人群都有往來 我們說簡單的 他還有一個東西沒有寫婚姻 婚姻貿易遷徙跟戰爭這些 都讓文化我們生活中很少是我們原創的 都是採集而來的一些文化要素 所以如果我們認定 某個權力限於某個群體 實際是讓群體之間的 這忽視了群體之間的流動的事實 那這是一個很實在的 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族群他從歷史上來看 臺灣原住民族的分類命名來說 目前的原段條例下面 所認定的特定部落 特定族群 這樣子的一個認定 就是說哪一個族群有菱形文 哪一個部落有哪一種投士 或哪一種傳說 這種都過於本質化 也就反映了說你忽略了采界 你忽略了人群之間的那個混合 跟流動的那個特性 就大家都顧著在某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他的性質好像不能變 因為你要求他看到的是 展現傳統元素 而不是創造的能力 然後包括這個實際上 他這邊文道完成的時候 在2007年還是13竹 那到現在16竹 所以他要強調說分類跟命名這種都 都其實都是在歷史當中形成的 不能就抓住這個東西 做為一個重要的一個 權力認定的一個標準 那同學對於他這些觀察 有沒有什麼回應 你們覺得相當能夠體會 概念上或技術上的 比方我們剛剛的新增壓力 相當能夠體會這種困難 大家不要客氣 想一想因為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條文的話就是要實行 實行後我們就知道 他到底是正面跟負面的效應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另外你如果相信這個條例 你要能夠辯護他 就別人擔憂的事情 怎麼樣可以解決 那這個條例他認為 條例已經預設了一個 非常本質論的一個立場 那可是他對於這個本質論的立場 他是有一些保留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文化本來就變 你聽人類學人很愛講 文化當然會變 文化不變就進博物館 就沒有生命了 文化當然會變 所以文化可以適應 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可以創新 他不只是堅守過去 已經創造出來的東西 然後一個他對目前的文化創新的趨勢 他有一些憂慮 他認為如果我們採用登記主義 登記主義就會告訴你 他有文字有圖片 或者是有音樂 有聲音的檔案告訴你說 這個保存標的是什麼 所以他固著了 他讓這個東西停下來 就是一種靜態的登記主義 他認為會壓抑創新 另外一個就是跟我們剛剛講的 族群邊界本來就是可以跨越的 我們很少有人一直固守在一個領域之內 那登記主義漿化了界線 他這邊舉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他有提到一些小的例子 比方說有名的是布農族 因為這個社會 布農族的階學化不是那麼強 是比較平全的一個社會 所以布農族我們知道 他是居住在分在好幾塊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說布農族的衣飾服飾 傳統服飾是什麼時候 就會有點困擾 因為他有一個表現 就是他比方他旁邊是 台灣族或是盧凱或者是太陽 他會表現出的文化內容 或者阿美族 他會表現的服飾內容就會有些不同 所以你要說哪一種是布農族的傳統服飾 就比較難界定 所以這個講的就是說文化本身 他有這個采界創造的能力 那另外他舉了一個 他花比較多的篇幅在講的一個例子 是排灣豬、琉璃豬這個記憶 這個記憶怎麼樣找回來 他講到兩個人 一個是馬斯 1976年他經過 他在新竹 我們在新竹的玻璃工藝非常重要 他在新竹玻璃的產業裡面 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心裡一直想著他要找回一座琉璃豬的技術 他後來經過幾年之後 他終於能夠做出跟古老的琉璃豬很像的 就看起來就是 就是古老的琉璃豬的這樣子的一種技術 然後他這個技術 他完全他就收了後來要回到家鄉三里門 他收了很多學生 教很多人做這個東西 對他而言 林老師用一個詞叫Living Tradition 對他而言雖然是新創的 我們說排灣豬的原住民社會流利豬怎麼來 有很多很多說法 那ウマス就把這個東西 這個技術他取得了這個技術 把這個技術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看到排灣豬現在 你去屏東稍微走一下 很多人在做流利豬 然後現在也不只排灣豬 全台灣很多不同的原住民族 都在做流利豬 可是對於ウマス而言 他會評論他會區別說 什麼是傳統的流利豬 什麼是新創的 對他而言 他的雖然在當代創作出來製造出來 可是他做的是古老的流利豬 他對於流利豬的看法是傳統的看法 所以如果現在弄得非常的新穎 然後流利豬 然後誰都沒有流利豬 然後放帶著不該帶的地方或怎麼樣 不該帶的場合 不該帶的人都可以有 對他而言那個不是一個傳統的做法 那已經弄混了流利豬代表的意義 流利豬所可以反應的接續 所以對他而言 他不斷的創新 可是他是屬於排灣豬的創新 那清廷雅族又有他不同的做法 另外還有當然只有擴散到不同的原住民族群 所以5MARS也是創新 如果我們用現在的原創條例來看的話 5MARS的東西是會受到限制的 他就不可能出現 所以他很清楚 他要維持的是那個價值 那個文化價值 你只有排灣用流利豬 誰可以配戴哪一種流利豬 誰可以知道這個流利豬的相關的故事 他展現說這個人是誰 他是什麼家的人 他是哪一個位階的人 所以這反映了排灣豬的社會的那個接續 所以他用新創造的流利豬 維持了原來的接續 甚至於因為有這個流利豬 他彰顯了原有的接續原則 所以對他而言 他是一個living tradition 所以重要的不是單純的創造年代 可是他這樣的創造 實際上他的東西製造出來 在1976年之後 如果用原創條例來看的話 原創條例會壓抑這樣子的創新 那是林凱茨老師這部分 比較顧慮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他就說 當我們立了原創條例 希望這個原創條例可以做到的 包括剛剛說的是保護 保護不要被剽竊 不要被扭曲等等 然後這個文化可以保存下來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那他要講的是說 實際上這個文化的流失 並因為他沒有那麼大的市場需求 造成他流失的問題 他不認為是為了迎合市場 所有產生的剽竊跟扭曲 他講的是蠻聽起來有點殘酷 可是可能是可以繼續討論的一個方向 就是你花這麼大力氣 弄了一個原創條例 因為大家都要做很多工作 都要去申請 也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你要去用到之後 你就要再去跟他請求授權 全部是問題 主要是這個程序流程 那是不是他帶來的好處跟壞處 評量一下怎麼樣做最好 所以他講的條例執行上 執行會造成一些牙抑後果 比方說行政成本 申請授權的時間成本 反而使藝術家等人放棄使用 不力推廣 換句話說你本來是要保存他 promotion 然後讓他更多人可以知道他 知道這一些東西是屬於誰的 哪一群人的最早的創作 反而變得說當你要用他 變很困難他好 算了我們用別的東西好了 沒有這個不是被保護的東西好了 他擔心的是適得其反 所以我們就知道保存跟保護跟推廣 這之間有時候不是 有時候內部會有一些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他的建議說不如改善現有的司法體系 我們說紐西蘭跟澳洲都沒有特別防 都是在現有的制裁權 制裁相關的這個法條上面擴張 那為什麼要不如改善現有的司法 他因為這邊好像是英文的 他就是說有很多的困難 troubles 像這樣 那這一句話就是 陳昌老師一開始就很質疑的一個立場 所以他說困難都只是技術問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都只是技術問題 這是一個認識 這很可能是事實 另外一個就是說其實不是技術問題 很多的技術問題造成很多的行政成本 他說這他講的 這是另外一個看待這樣的事情的一個原則 大社會有責任面對難題 為什麼大社會有責任面對難題 因為這是一個大社會的歷史責任 我們希望單起這個歷史責任達到族群評審 就讓這個回到憲法上 所以這是很高 從一個這個高度是夠的 從這樣的一個遠遠的一個大的目標 下來講說那為什麼不能支持原創條例 那何況他這篇文章沒有講那麼清楚 黃俊正老師的文章講得比較清楚 原創條例他承認他背後支持的是 特別權力的概念 特別權力有很深的含義 所以他說為什麼應該要支持原創條例 這些剛剛都講的都是行政上的麻煩 不應該成為推動原創條例的阻礙 那這是一個歷史上造成的一個問題 我們應該在這一帶來解決這個問題 為的是達到2000年憲法針灸裡面講的 多元文化社會 那他造成這種很繁複的事情 應該是要共同來面對的 然後另外他講的一些技術問題 他認為為什麼不由當事人 就是專用權使用人自行權衡協調 為什麼要由我們其他人來說 這看起來很麻煩會不太好 可能會有妨礙 為什麼不由自己來權衡來協調 另外他說部落定位不明 因為他滿看重的是說 部落或族群的分類跟命名 其實在歷史當中不管是哪一個政權 逐漸形塑出我們現在所說的16個族群 這個族群概念我們知道 他本來就是很後面才有的 所以他所說的部落定位不明 部落在法律上沒有一個 他在行政上是有一個位置 可是在法律上沒有一個位置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應該積極提升位階 那另外這一個跟我講說 在歷史上形成的這些部落跟族群 包括我們知道日本時代有集團移住 很多的政策 所以一個我們現在說的部落 其實可能是由四個部落組成 然後同樣原來日本時代遷徙之前那個部落 可能現在分在好幾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日本時代日文資料看的部落 跟我們現在所說那個部落的內容是不同的 是很容易會有差異的 所以這個部分都需要很細緻的重新處理 那在不同在歷史當中所形塑出來的部落 或者是族群的分類 我們是不是就接受現有的大家共有的認識 還是要回溯到歷史上某一個點 說那個時候的分類是我們比較願意接受的 那就是說他在歷史當中形成這個事實 要怎麼樣面對要怎麼樣解決 所以對於陳中老師來講 他的主張是說這個議題就是為什麼要主張原創條例 因為他是可以支持遠的 他可以支持是族群正義 然後他這是大社會的歷史責任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原創條例 他的背後其實支持的是自主 所以這個議題講起來過 我特別講的族群正義 因為他這個回答是說 就是這個東西是跟現在的 一般的法律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他不是要支持市場經濟的發展 我們剛剛說utilitarian argument 因為你知道你保護智慧財產 大家才會願意去研究發展 那不是他講的是一個價值 這個價值是族群正義 那族群正義是誰的族群正義 是誰的正義 台灣原住民族的正義嗎 十六族裡面的嗎 希拉雅人應不應該支持族群正義 多半的平地人應不應該支持族群正義 所以這個正義是一個社會整體的價值 他不是說對誰有利 而是說這個社會要成熟 或者說反省到一個地步 覺得我們的社會應該支持這樣一個價值 那我們就大家投入來做 因為會投入很多金錢跟人力成本 這是絕對的 所以這個判斷就是說 這事情值不值得我們大家來做 因為這不是原住民的問題 這是整體社會的認定 所以這個事情 這個價值的priority是什麼 這個價值在我們國家的政策的 優先順序上是什麼 我們才會說 你才能估量說那個成本 劃得來劃不來 誰來決定這個成本適當不適當 所以他這邊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支持原住民族的權利 那這邊他講的就是說多元文化 這樣子一個立場 我們除了說宣法 我們現在已經宣法真秋 都是一個通過這樣的內容 我們為什麼不支持 這是我自己比較好奇的 那另外一個他是當然就在 從學理上面來說 多元文化論裡面 我們會忽略我們所說的大社會主流的這些 我們覺得這不是主流 這大家都這樣做 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們會忽略他對於少數人群 他會有一種壓迫性 所以我們應該要夠敏感 注意到這個差別 那這是從多元文化的立場來講 剛剛我們從宣法來講 既然都已經在宣法 是不是就應該這麼做 那陳章老師的最後 這文章最後是一個 因為社會是好幾群人共同構成的 所以他都從上個禮拜十 第三週他的演講 他就可以知道 他是非常一個 他非常pragmatic 非常實際的一個人 所以這件事情怎麼做得到 你不是全有或全無 而是說大家來妥協 折衷跟妥協 這是他的一個立場 他的觀點 那這給大家看一個 2012年的時候 原民會支持 就是這個原創條例先來示範一年 看看效果如何 14個參與單位 最後有兩個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變成12個參與單位嗎 那這裡面我那紅字的那個就是 平東縣三立門鄉 Bagdavai 中青文化藝術協會 他們都提出五項標的 剛剛就是包括了流利珠的 他們家族流利珠的傳說等等 那這個是讓人比較會引起許多的討論 說為什麼一個家族作為一個申請單位 那這樣子對於在台灣社會非常普遍的流利珠 或者其他的竹歌這些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者限制 因為像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保護竹歌 因為竹歌會說 這是誰的童木家 他們這個童木家從哪裡到哪裡 他這哪裡是他的地 哪一條河哪一座山 我們翻過了什麼又看到了什麼 你那個怎麼去抄襲的人 他為什麼會有人需要抄襲 就是會有點疑惑 因為他的獨家的意思很明顯 那就是那一家 因為他的詞裡面完全是那一家的歷史 所以他這個 所以他不需要被保護 因為別人幹嘛要剽竊 這是我的想法 那他們這個例子是蠻重要 有其他的意義 那我就先介紹到這裡 我好像給大家看一下 那沒有什麼時間 我們就不討論了 同學等一下 那這就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第一個作業一是要做跟數位部落相關的 這是圓民中心我們有一個欄位叫做數位部落 那這個為什麼做這個數位部落 你也有抓另外一個 沒有 OK 就是因為之前科技部下面的那個數位點藏計畫 包括台大 就很多單位一起做這個 裡面跟原住民組相關的非常多 那希望更多的人 也主要是原住民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 然後是他裡面提供很多的訊息 他在文化負責的過程當中 他會是一些刺激跟一些具體好用的一些材料 那可是資料庫也有資料庫的門檻 那我們就希望讓這個東西比較好用 所以以後來的做法就是比方說我們這邊看到 我們把像世文這個地方 我們把相關的 跨了兩個主要單位的資料庫 就是台大人類學習跟中研院民主所的資料庫 我們把東西找來 然後稍微講了一下 這些我們所知道這些東西採集 或者拍攝的背景是什麼 就是讓大家用的時候知道說 這東西是怎麼獲得怎麼來的 所以你用的時候 比方說這是個特別的日子 還是這個普通的日子 這裡面的人 為什麼這些人知道一點這個背景 然後所以這個是視文相關的 這是台大的影像 台大的老照片裡面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編號抓到 抓到 你就進藏品資料庫我們的連結 它就出來了 所以非常的好用 那如果同學自己的部落 或者說有來往的部落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作業衣 就是讓大家去試用 然後想想看可以怎麼樣用 它不是一個懷骨 它是一種刺激 好 讓你看這些東西 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好 那我們現在 這是這禮拜的主題 兵法院在披霍94年 透過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其中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條族規定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 以及智慧創作